你们还好吗 你们喝水了吗 没有 那我也不喝水 你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是我自己的歌里面风格比较少一点的 比较嗨一点的 就是你们每次都说 是圣经书的本命 我只有你一个本命的时候 我就会说这句话 我是你的谁 周深眼中的周深是谁呢 是周浅是周果子 是周百灵是周星星还是周精灵呢 也许周深的歌曲 我是你的谁能告诉你答案 这是一首完全不同风格的歌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是一首酷酷的歌 灵动有力量的中音区扫音 节奏感强烈的编曲 空灵的吟唱 加强的乐器 让整首歌有点飘渺 但又不是都市迷幻的摇灰 最后那几句 我是你的谁 我是你的谁 情绪层层层渲染 直到撕心裂肺的荡起回肠 仿佛是一种执念 又仿佛是一种爱而不得的呐喊 更像是一种 势然放手的洒脱 我是你的谁 难难自语中 有着痛苦的控诉 前面固引自怜 挨而不伤 后面是克制的质问 自尊 自作 自苦 自怜 自赏 甚至有点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戏虐 举世皆拙 我独青 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自傲 此非于 安之鱼之乐的自虐 颇具爆破感的文字 充满力量的长音 蓄实的巧妙结合 浓烈情感与纠结的撕裂 狂想得到答案 又得不到答案的 戛然而止 仿佛面对面感受到了 周深的态度与魅力 周深高亢嘹亮的嗓音 近乎撕裂的强有力的呐喊和质问 反反复复的敲击听者的内心 有一种略微执着的感觉 又传递出一种爱而不得的情感 我到底是你的谁 好听且能引发听者的共情 是周深最大的魅力之所在 他将强大的基本功和演唱技巧 不露痕迹的与歌曲本身 要表达的内容融合起来 恰如其分 行云流水般的诠释了 想要表达的情感 让人听得酣畅淋漓 却意犹未尽 看一下这首歌的制作班底 可以说是顶尖了 周信元的词哈偶的曲 Kennie C的编曲 黄冠龙LXD的制作 Richard Fertz的混音 更重要的是JJ 林俊杰的监制 可谓是林俊杰的运用班底了 而周深本身也是极喜欢JJ的 在卡布时期 深深就翻唱过很多 林俊杰的歌曲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是你的谁 更像是周深的自问 周深是周深的谁 就如同开头问的题目 周深眼中的周深是谁呢 如果你把这首歌曲的演唱者 改成卡布 也许就知道了 我还算可以 至少都对得起自己 谢谢你 是你的单纯 给了我指引 华飞 修想 这是告诉你们的答案 No 也许就是当年 电脑背后的 歪歪演唱的卡布勒 那个想怎么唱 就怎么唱的卡布勒 没有固定风格的卡布勒 那个强大且万等的卡布勒 那个跨越时间和次元的卡布勒 那个千变万化 肆意张扬的卡布勒 很多人说 周深是一个行走的CD机 我却觉得周深 就像是一个行走的收音机 电视机 你调到音乐频道 他张口就来一首歌 你调到说学逗唱频道 他的梗张口就来 你调到颜色的人生频道 他的人生阅历经历 令他可以张口就来一些 令你感同身受的金句 他的幽默才华人品 为他积累了大量的人气 其实有很多人并不关心娱乐圈 只是茶余饭后 喜欢八卦聊天而已 懂得音乐的人 则会大赞他的唱功 不懂音乐的人 则会大赞他的性格 而我算是比较深入了解过的 所以我大赞他的唱功 人品和性格 他用才华做名片 人品性格做内容 名片顾名思义 就是让别人一眼就知道 你是做什么的 而周深的名片就是他的歌声 他一张嘴 你就知道他是名副其实的歌者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名片 都能得到别人的回馈 因为别人也需要观察 名片背后的内容是否属实 而周深则通过 他的人品性格来告诉你 他是值得你去结交认可的 也因此他获得了 很多很多前辈的认可 同行的认可 和他合作过的人 都愿意再次合作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们的合作是愉快的 如果说周深进军娱乐圈 凭借的是歌声 那么在娱乐圈站稳脚跟 凭借的则是他歌声 加上人品 有句话说 始于颜值 忠于人品 限于才华 但我想 喜欢周深的人 大概是始于才华 忠于人品 限于性格 周深始终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感恩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听过他歌的人 感恩所有的遇见 即使有些遇见 可能给他带来过伤害和困扰 但是他却说 喜欢过去的每一个自己 周深能够从被抛弃 被冷落 到如今的逆袭翻盘 靠得正是他的才华 人品性格 还有他的勇敢执着 这几点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你觉得周深是你的谁呢 人挑戏 追踪 把你扑空 火球 冰冻 金鱼 探封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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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